昨晚尖沙咀中间到海源之间的重建地盘发生火警 夜晚11点11分 大厦高层位置突然露出火光 火势不断蔓延 凌晨1点46分 消防更加将火警升为四级 冬将Plus也全程现场直击 其实现在如果望上天空 其实已经有很多灰飞在飞 消防已经有两条喉 灌水扑救 这场火烧了9个小时 连在维港对岸都清晰可见 而现场也有大量火烟 随风飘散 火光红红 再加上夜晚风势颇大 令火势更加难以控制 好像末日灾难现场一样 当时闻到少少 不算很大的味道 因为刚刚开始我出到现场见到 都开始了15-20分钟左右 所以其实味道不是很浓烈的 现场听的声音不算很大声的 我当时听的 就是一直火势蔓延的时候 可能引发到一些爆炸 听到一些小量的爆发声 然后也有些火烟掉下来的声音 见到一些火烟不停掉下来的时候 地面就开始着火 因为一开始地面是没有火光的 然后突然在棵树后面 就开始有些火光出现 我估计就是火烟 令到地面的二元物体着火 马路上全是人 妈呀 手都在抖了 火警最少波及五栋旁边的大厦 其间有无数的火烟掉落地面 央及附近的车辆和花槽 警方也说出封锁线 避免市民走近 事件一共有170人要疏散 现场去到今早都仍然未解封 11点多开始下来 他说要疏散 然后就出了来等到 不能回进去 他说危险 那些东西掉下来 火烟 那里的窗已经飞了火烟进来 怕烟了窗帘 我们就叫那些人关窗 接着就拍门叫其他隔离火的人走 那些火烟已经飞到入窗了 我开始不知道什么事 我以为是烧炮掌的声音 扁在窗里面又爆炸 接着看到不对路了 我说害怕了 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接着下面已经很多人走出来 那站在这儿了 接着我们看 原来有这么大火,我们就先进去 马路上全是人吗? 手都在到了 全是火星,你看 天空全是火星 火势慢烈 加上大风将火热向四处吹散 附近酒店林立,导致很多住客受到影响 距离起火地点400米远的重庆大厦 有住客说看到地盘火热后疏散 看到了好大的火,有点很紧张 我们在我们住的那个楼上 就是那个窗户看到旁边有明火 然后我们就往外面赶 我们走楼梯爬下来的,还不敢坐电梯呢 多少肯定怕的了,这么大的火 我长这么大从来没见过 吓死了,像电影一样 全是飘,然后后来有铁皮都掉下来 我们俩就怕的,就先走了,拍完就走了 不敢再逗留了 由于火灾导致部分行人路被封 有告示说只限酒店客人通过 大家出行受阻,纷纷向警方问路 我在这里看医生的,出口封了 我要问陈索那里究竟由哪里出 他教我由哪里出,哪里走 来到这里都没得入祸 那问一下那些警察哥哥 在酒店后巷,可以清晰见到起货地点 整条路都是销毁的灰尽和杂物 警方也将道路封锁 另一方面,火灾导致交通受阻 现场看到尼敦道与梭斯巴里道之间 有部分路面被封锁 在乘车方面,九巴和乘巴因道路封闭 要改道行驶 巴士站旁边还有未清理的大块铁皮 我现在在事发现场附近的九巴巴士站 看到巴士站已经被封闭 有59条巴士线受到影响 另外,港铁尖沙咀及尖东站 有部分出入口被封 市民要乘车都要多走一段路 此外,港铁尾巴刘